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直播的時候有些出錯,希望大家多多飽涵 會的,這個新直播系統可能之後搬過去 方向和正向都有機會出錯的 強盛就說,上星期才有單Uber司機放套狗男女猴急到在車上吹奏樂器套片 有些人浴火焚身,你也沒辦法的 我也要說,這個世界就是有這種人的 其實從來都有這些事情,你記得安心事件都是這樣來的 不過現在講另一件事,講一下西九法院走犯案 這件事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有些事情看上來不是很正常 為什麼說不是很正常呢? 最初一個消息傳出來是怎樣呢? 就是一個37歲涉及販毒的人被抓了 下午就去西九龍法院提堂 審診之後,在法院機留房等候押返去荔枝角機留所期間 這個販毒的人 就買通了一個涉嫌毆打案的犯人 就交換了犯人的手帶 以及交換了個人資料 就冒充對方保釋逃去 警察之後就發現兩個人交換身份 就通知販毒的人的下落 這件事的其在點呢? 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警察做事呢 開始有些事情是沒有做得好 這個一定要告訴大家 就是 在這件事上,警察有沒有可能有問題 我就跟大家說 警察有可能有脫漏的 我不是盲撐 警察也不是盲撐政府的人 一定要說清楚 有些人不斷說我盲撐誰 盲撐那個人 從來都不盲撐的 我就是 這件事是好笑的地方 就是 你怎麼可能被人交換身份呢? 其實就是 你有看樣子、對筷子 有照片嘛 你怎麼會沒有照片呢? 對嗎? 其實 就是 正常來說 是會對身份證文件的 是 好了 這件事呢 就是 我認為有可能 根本就是 有人故意 去犯一些比較輕易的案件 就是 這個 37歲的陳姓男子 他為什麼會被人拘捕呢? 你要先說一下 他就 涉及一宗 超過100克的冰毒案 這些應該都是 大冊家來的 其實就是 那 現在說 就說 他很熟悉 壓返過程的漏洞 那 這些漏洞 其實是不應該出現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天都會壓返的 其實就是 我一定要先說清楚 所以你說 是不是 警察有些事情 做漏了 我認為是 為什麼 這麼巧 又可以 沒有身份證明文件呢? 其實就是 因為被他交換身份的人 就是沒有身份證明文件在身上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應該 有一部電腦 可以檢查一下那個人的 相片 各方面的東西 才讓他 就是 去 法院機樓房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他中間有一些程序 是有問題的 就是我的看法 MHA 0030就說 有人刻意安排 這些漏洞 其實是要堵塞的 就是 為什麼 現在 很簡單 我不相信那些警察 現在是不懂得用電腦的 如果你在法院的機樓室 搞環額或者保釋手續的時候 你會檢查電腦的嘛 你可以檢查一下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那個人的真身來的嘛 還有 還有一件事 香港 人人都有手指毛在警察的紀錄那裡 就是你入境的時候 其實都會對你的手指毛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我是說實際的操作 裡面是有些系統性的漏洞 其實差不多可以很肯定地說 根本 這些事情是不應該會發生的 我的看法就是 根本 這個案件的出現 其實就是看到一件事 就是有些事情的漏洞 都是沒有封號的 就是有些事情是有漏洞 好了 多謝Patrick Wong你的支持 非常多謝你 嘍 呃 Tim哥HK就說 政府有時候都是重心錯了 在不應該執著的位置 就執著 在應該緊的位置放鬆 那我就 不知道 這些 這樣的案件有多少 我就認為不多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多這些案件 不是 但是 有些事情是不是應該 就 嚴謹一些呢 我認為是的 啊 那拋梯上 我覺得 特別機會是低一點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 而同一個法庭又同一個時間 嘍 如果 你有看一些 就是 國內的 電視劇 他們有些條橋段 會是這樣的 特地安排一個人去 接著要不就撩你打他 或者要不就跟你換人 那 在香港 這次竟然出現了這些橋段 其實是 挺有趣的 那麼 強姓說 停警 不是正式警察 我這個 真的 不知道 我的理解 也是警察 來的 就是 我的理解 就是說 是不是百分百肯定 我真的不敢說 喏 Beth Seaham 說 這件事一出就不明白 後來看TVB新聞 用動畫出才會明白 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就是在法院機樓室 搞還押和保釋手續的時候出事的 那麼 為什麼可以讓兩個嫌疑犯 溝通到 以及可以交換手帶 以及個人資料 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究竟 你會不會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 被兩個疑犯 一起坐在那裡呢 這個是 有問題的 這個是 Stanley Yen 說 停警是警察 算是損毀 Beth Seaham 說 陳姓男子 是拿著行街子 而沒有身份證 我看到的消息就不是 就是 林姓的男子 就是家暴案的24歲 就是沒有身份證的 他就是行街子 他證明書上面的照片就是黑白色 警察就核對手帶和這個 這個叫什麼 行街子 就是臨時身份證明書之後 就被這個 毒品男保釋離去 程序是九流流的 WSS 你說得對 我到現在也是認為 現在你看到這件事情就是有系統性的漏洞 這些系統性的漏洞 其實應該是要處理的 我認為 Barry Kwong 說 是系統性漏洞 我是同意你的說法的 也感謝Yu Tong Wang 你的支持 程序久流流 吃地球 然後還有就是 太遲才發現 有狀況出了 為什麼 會被兩個人 兩個疑犯在一個 就是房間裡面 他們可以溝通到 而且可以交換身份的 這些已經是奇怪的了 是離譜的事情 收拳兩個人交換了手帶 他們交換了手帶 但是他身份證那裡也是有問題 因為黑白一點 其實也沒理由看不清的 老實說 就是 消費了兩個人說 這麼大件事 兩個人談 都要時間都要考慮 這麼快決定要調包 這個我就是覺得不奇怪 其實就是 紅牛說說 有計劃 不是兩個人可以做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看到有問題的 就是 整套系統 是有些狗流流吃地球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 說 行街址肯定有照 但是照片是黑白的 他就是這麼說 那 Pilotace就說 如果香港要專門這樣做 要有內鬼 其實在內地要這樣做 都要有內鬼的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這個也是要內鬼的 你沒有內鬼是做不到的 也要多謝Seltone你的支持 嘍 這件事情就很奇怪了 所以我就說 那麼 警察之後突然發現有問題 然後就去兜截 但是已經捉不到那個 涉嫌販毒的人 那麼 案件就給了深水埗警署 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 Bentang Kit就在廁所交換 但是正常來說 你是有警察看實的 是不是 正常來說 你反到廁所的時候 你會在外面看著他 是不是 那麼 那Seltone是不是故意犯案 進去換人像韓劇 那麼 這件事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麼 剛才有網友就說 不一定啊 不一定是同一個法院的 哈哈哈哈 那Seltone說 有些事情長期沒有出事 就沒有人理由 就改善了 加入指紋或者輪廓 便便認了 其實 現在 很明顯的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有 指紋掃的機器 其實現在很簡單 現在手機也能掃到指紋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對不對 那Seltone說 報室身份證書 沒有照片 但是呢 他臨時的身份證書 就有照片 就是黑白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先 那Seltone說 就是報他老婆做了一手腳 現在 拉了他老婆 現在又好像 就是 這件事就奇怪 究竟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 當然是裡面有些 古靈精怪的事情 但是當然 細節是怎樣 當然要查 那 就是 你互換身份 那個人 現在又被人拘捕 還有那個老婆又被人拘捕 那 就是你這樣做 其實就太離譜了 那 警察現在這件案 就列了做 重合法機壓逃離 誤導警務人員 以及協助犯罪 那 現在 這件案的細節 其實 我認為 就是 老實說 有些事 可以說是 離奇 因為 那個 24歲的 男子 其實 我也要說 根本就是一塊錢都沒有收到 一塊錢都沒有收到 被警察拘捕了 但是沒有收到 哈哈 那 警察之後 抓到那個阿姐 就是抓到那個 毒犯的老婆 涉嫌是毒犯的老婆 然後 他就說 他老公承諾了 給了兩萬元 那件事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給了幾千元 他老公 幫助穿草 這件事 我就不相信 幾千元怎麼穿草呢 其實就是 幾千元是不可能穿到草的 在香港是不可能穿到草的 所以有些事情 我就覺得 這件事 根本 裡面一定會有些景色的 但是警察自己也有問題 我也要說 有些事情 真的要收緊一點 我的看法就是 一些事情都是要收緊一點的 那消費一兩者都覺得 有內鬼協助 那我就不知道 我一定要說 我就不會馬上說明 一定有內鬼 你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系統性的問題 要盡早處理它 因為很容易 會有人有樣學樣的 那為什麼 中間會有漏洞 其實本來根本沒有漏洞 本來有些規範 根本就一定要有警察盯緊 那結果 可能有人又去了廁所 或者有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麼 荷里旭就說 年紀兩人應該相差很遠 其實一個是二十幾歲 一個是三十幾歲 那你說 看樣子看不看得到分別 其實 我認為是看得到分別 一個是三十七歲 一個是二十四歲 看樣子應該看得到分別 但是 他們又說不是 哈哈哈哈 那麼 TQSK就說 要看明天洞房怎麼報道 我的看法可能跟洞房一樣 都是 警察是有漏洞的 是要處理回問題 不過可能洞房寫得更誇張一點 就馬上說 一定有內鬼幫人 調包 一定是這樣的 那麼 卡拉封就說幾千元 只可以穿早鞋 所以我就覺得幾千元 就是他老婆說 給了幾千元 這個我不相信 就是一聽 我都知道 這些 說出來都是騙人的 我的看法就是 哈哈哈哈 那 那 這件事 還在發酵 我認為是 有些事情是 開始不正常 當然 你說我這樣說 是抹黑香港 有人會說 但是 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 例如有些地方 押了一個人 他不知道那個人 被人押了 在房間裡 結果那個人 在那裡就死了 這些都是不正常的事情 其實根本就是不正常 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 但是 有些事情看起來 是 我認為是鬆懈了 香港 有些事情 現在不是很妥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是很妥 那麼 Mark Wong就說 回內地很快被人抓到 要他就去台灣 去東南亞 幾千元 你怎麼去東南亞 你以為真的可以買一張機票去嗎 所以我就說 這些 給了幾千元 這個 說法 他老婆根本是說謊的 根本是混淆私聽 整件事是混淆私聽的 是混淆私聽的 Barry Kong 就說 百計黑K仔都走路才奇怪 其實就不是K仔 這個一定要說 他牽涉到的案件就是冰毒 所以你說 他是不是K仔 他就不是 K仔百計黑 不是很嚴重 但是冰毒百計黑 我認為就算是嚴重的 也要多謝Vicky孫你的支持 KamKam就說 那些亭景有時間去玩 喏 我的看法就是 究竟有沒有人 患忽即售 這個也是要查的 我認為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久留留 很老實說 現在香港的社會環境 對於這些久留留的事情 我覺得是無感的 就是說 說了一些 這件事好像是久留吃地球 說了出來 有很多時候說了出來 這件事不太妥了 久留吃地球 其實那些人是不理會的 你留意一下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人是不理會的 譬如 就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那宗 國歌那裡 那個鏈結在英文網頁 去了中文網站 然後下載又亂碼 其實說了半年都沒有人理會的 就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說 很奇怪就是這樣 你問是不是 現在開始有些問題 我覺得 是有些問題的 近來是多了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這些SYT 幾千元租遊艇 都比九千點走 其實是走不了的 所以他說的那些 就是 是騙人的 那個 聖陳涉嫌毒犯 那31歲的老婆 他說給了幾千元 他根本是說謊 這個已經是肯定他說謊 這個已經是 WSS就說 不理不緊要 最後推卸責任 其實這次看到一件事情 警方就是亡羊保勞 這個也要讚警察亡羊保勞 但是 真正亡羊保勞 就是要看看 那個程序上有什麼漏洞 去處理那個程序 以及用科技來幫忙 我每一次提話用科技來幫忙 有些人說 嘩 又要花錢 這些錢是值得花的 其實是 是值得花的 跳過SK又說 這件事我一講 就想到郭哥那件事 不過免得又提出 所以沒有說 其實 有太多事情 開始給人感覺是 九流流 有些事情是不妥的 給人感覺是 你不要說我 現在 唱衰香港 不是的 有太多事情 給人感覺是不正路的 已經是 CDN就覺得香港病了 我和你的看法都是類似的 有些事情 不是很適合的 你明白嗎 怎麼可能 在核對身份的時候 這樣 交換身份 出錯 我看到 覺得很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不得了 那 那些議員也是這樣說 不只是我說 有議員出來說 這個就是 鄧家彪 鄧家彪有說 鄧家彪說的 他也說是匪夷所思的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的 要有程序 有問題 鄧家彪這次說話就對了 正路一點 他就說 子民和瞳孔辨識方法 瞳孔是不能辨識的 因為瞳孔 政府是沒有你的紀錄的 但是子民也是一定可以 因為 你搞身份證 要打指毛 在香港 這個指毛的數據 是記錄了 你出入境 在香港已經要用指毛 其實就 所以你說什麼搜集數據 其實根本 也不用額外搜集 現實就是 有些事情 本身警察 已經有大家的指紋數據 在香港 所以根本 搞到現在這樣的事情 根本 真的不太妥了 其實就 何苦 鄧家彪 對呀 這次他說話也比較正路一點 我告訴你 這次是正路一點 就是說他說 這個是涉及行政程序 我 我說的話跟鄧家彪一樣 千萬不要冤枉我 我說我 什麼 就是 這是什麼 反中亂說 千萬不要 哈哈哈哈 好了 算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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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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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